看这个使用帝王卡组的男人 率先召唤思想巨人攻击表示 然后配上永续魔法 引导的矿脉 不说效果就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时代 召唤出闪电侠攻击表示 然后召唤及攻击 居然无视盖牌 忙啊 闪电搞掉思想巨人 小哥生命值降到3400 发动思想巨人的特殊能力 因为战斗进入墓地时 扣除对方玩家500生命值 并且还没完 因为矿脉的效果 可以从卡组召唤出同名怪兽 接着还有 陷阱卡严实爆破 破坏掉自己的思想巨人 给予对方玩家1000点伤害 就这样再根据矿脉的效果 思想巨人就再度上场 一套消血连招下来 小哥直接跳过时代回合 是人均一个罐子 抽两张 将思想巨人当作祭品 召唤帝之帝王 效果是破坏场上的一张盖牌 时代懵啊 老子还没来得及盖牌呢 小哥表示没错 他要破坏的是自己的盖牌 陷阱卡修火山 当这张陷阱卡被破坏时 给予对方玩家300点伤害 并且在下回合双方可以从卡组 加入到手牌一张严属性怪兽 来吧 战斗阶段 弟弟一拳闷掉闪电侠 时代生命值降到1400 小哥简单结束回合 轮到时代 召唤强域水炮侠 因为场上没有其他的卡 可以抽两张 魔法卡超越灵魂 可以从目的将闪电侠拉回 接着配上融合 让水炮与闪电 加上手牌中的羽毛合体 融合召唤元素英雄暴风侠 还没完 装备魔法元素剑 效果是与不同属性的怪兽战斗时 提升800点攻击 时代果断下链 让暴风侠挥舞起来 瞬间砍翻地之帝王 小哥生命值降到2200 但因为矿脉的效果 地之帝王可以再次复活 并且再次跳过时代回合 将炎属性的怪兽加入手牌 誓言之帝王 时代选择的是火焰甲虫 小哥发动魔法卡打雷 从卡组将一只雷族怪兽加入手牌 接着将弟弟当作祭品 特殊召唤出弟弟 不慌不慌 都知道小哥的操作 他要破坏自己场上的卡 而这张卡的效果就是 再从卡组选择怪兽加入手牌 一套流程走完 小哥表示胜利布局已经完成 他要在这一回合搞掉时代 搞起搞起 魔法卡换影月 效果是将四种不同属性 并且等级五以上的怪兽当作祭品 就能发动环境魔法蓝色月亮 第一位祭品 雷之帝王 第二位祭品 冰之帝王 第三位祭品 岩之帝王 第四位祭品 地之帝王 这下天空中的月亮 再加四位帝王 就可以特殊召唤出创造神 好家伙六张卡换的3300